不满足的东西其实很容易会成为你一种动力 你想要去填补 你想要去达成的一件事情 那今年的这种动力的来源是什么? 来自于太阳 那太阳化季的这样的状态 它会有什么样的环境因素告诉你 然后进而进入你的命盘上面 怎么样去掌握你的运势呢? 好我们来到了2024年 那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呢 今年你的不满足是什么? 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谈不满足? 不满足的东西其实很容易会成为你一种动力 你想要去填补 然后你想要去达成的一件事情 那今年的这种动力的来源是什么? 来自于太阳 那太阳化季的这样的状态 它会有什么样的环境因素告诉你 然后进而进入你的命盘上面 怎么样去掌握你的运势呢? 地缘状态啊 太阳化季的东西它产生了空缺的时候 它跟规则 跟男性 跟权力 还有呢你既定的这些事例啊 会有关系 那你有可能呢想要 或是说呢累积了那么多年 你想要去达成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你受到了这压迫 你想要去突破 或者说你想要去 掌握你自己的话语权 这个东西是你想要去填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那我们看一下这种事情啊 在这样的脉络之下 你是不是要去注意呢?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 它跟你的上行单位 主管机关 所谓父权 传统规则的观念是有相关的 你可能去想要有自己的目标 想要自己的做事方式去达成 可这个过程之中呢 其实很容易去冲创到既有的规则 那这既有的规则的部分的话 它会呈现在什么地方呢? 那听一下我给大家的建议 去看一下说怎么样去利用这样的力量 或是规避掉什么样子的风险 首先我们从直五位开始 当你的太阳星呢 坐在这一条线上面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去注意哦 特别注意什么 在钱财上面呢 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官非 或者说跟人家约定没有达成的事 这样去产生 这是会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你的太阳星呢 是坐落在你的丑未未这条线上面呢 在家人相处上面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可问题是说 有时候你想要对别人好的方式呢 太过强势了 那久而久之呢 自己可能也会有些不满足的状态 这里要特别注意哦 有时候不满足的状态会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失和啊 这里我没有掌握办法去找另外一个人啊 在规范的状态之下 这里是不是会容易成为风险呢 这是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什么东西 这跟你的小孩子也有相关 在小孩子的掌握跟管控上面 如果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意识 其实你要衡量是说 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不要冒然的去产生这样的增值 因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目标 我相信你都会希望亲子关系是和善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不可以 那如果在隐身位上面呢 出现了你的太阳星 这在什么样东西会产生冲撞 你就要注意哦 跟你的工作组长的范围 你的上司 特别是男性的上司 这关系的维护就会变得很重要 那可能呢 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这冲击这个地位取而代之 或用你的方法去做事 一样 今年我们讲过了 在我们的这四支操作运势的影片里面 都一再反复的告诉大家 你要去盘点你自己的能力 以及你的资源 你要去做好这样打算 如果说是冲击失败 或者说他有什么招没有出 那对你产生影响的时候 你承接住承接不住 如果都考虑好了 这不是不可以的事情哦 这是要注意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来讲 这条线上面自然也跟感情啊 有关系 你有没有可能在工作上面呢 花费了比较多的精神 进而呢 去忽略了你的伴侣呢 这也是要注意的事情哦 也有可能因为工作上面的累 所以呢 你想要去填充看一下 有没有比较这种粉红色泡泡啊 开心的感情的事项 你要去注意 因为如果不是真爱的话来讲 其实问题的话在后续慢慢会延伸出来 那我们当然知道 现在感情有很多种呃 呃呈现的方式 它可能是一种陪伴的方式 那大家就要讲清楚 不要是你想要就是一个落花 流水的关系 那对方想要长期的跟你盼望 那其实对大家都不开心嘛 这是要注意的事情 那接着呢 如果是你的太阳星呢 做进了你的毛有味这条线上面呢 你要去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你可能啊 跟这些如果你是有在做生意的 那或者是说呢 你跟别人有合伙关系的 或者是说呢 你这个 跟朋友之间 跟兄弟姐妹之间 跟家人之间 特别是妈妈这样的角色啊 你要去注意 彼此之间可能有一种 不是太愉快的事情产生 那很多时候你把耳朵打开 仔细倾听 你可以听到一些解决事情的方法 另外一方面呢 先不要把这种 我所有事情 我一出场 我就要先把所有事情 hold住的这个情况放出来 为什么呢 你可以给自己一些比较和缓的时间 然后慢慢的去处理 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也不要逼迫自己 让自己舒服就好了 所以我们讲了在毛有味上面的事情 要去注意 那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可以跟我们刚刚讲的 丑微位这条线上面 如果太阳性的话 它去做连结 因为这里的话来讲 丑微位上面的话来讲 在这个环节之上 我们同时要注意什么 同时也是要去注意 合伙的关系的审视 还有白纸黑字的部分 然后彼此呢 是不是都还在这个框架范围之下 如果没有 或者说有一些潜藏已久的问题的话 你要去预先的做好心理准备 那接着呢 如果是你的太阳性 坐在你的程序位上面这件事情的话来讲啊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开运秘方 你首先先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你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然后很多时候呢 在这里的状态之下 你会有很多人设的问题去带入 可是问题是说啊 你要知道 所有东西的好 都要 或是你期待所有美好的画面 这画面里面都要有你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才是对你好的事情 所以首先要判断呢 不是你能帮或不能帮 而是你能不能帮 能不能做 再另外一件事情固然你对很多东西 会有这种冲撞的这种想法 特别要注意掌上的关系管理 向上的管理 不管对家里面的长辈啊 又或者说比较资深的人员啊 又或者是老板 这是你要去注意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不是说要你一昧的忍让 我没有那么传统啦 我是站在你的立场 你要思考一下自己 具不具备这样子的资源跟能力 或者说风险发生 不如你预期的时候 你要承担能力 这是我关注的事情 如果准备好了 你可以顺从你的心 如果没有准备好 我们再等一下下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如果是你的这个太阳星 进入到你的四海位这一条 那就是直接跟你的主管上市有相关了 你有可能是在处于一种 改脱换面改朝换代的年代之中 那你就要自己选战好你的角色 不要太快的去投入去站边 让他发酵一下 然后两边的关系都维持好 那这维持好这样的关系的状态之下呢 在发生事情的话 至少你两边都不得罪 这是你运势操作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说好可能去运动一下 发泄你的经历 让你的血运循环变得比较好一些 这也是你今年啊 在这个运势上面 这个去操作 让你的运势比较好的一个重点 同时注意你的饮食 不要不忌口 吃一些健康的东西 注意饮食的均衡 好谢谢大家 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来讲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小包口看到会转速给我们 那我们会好好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